那我们刚才查到这个组当中 有就是马瑞亚这个组的名 这个组是马瑞亚DP数据库服务器 这个组当中呢 有一些包 这个单词叫强制的意思 好吧 就是你要装这个组的话 它会强制装上这个叫马瑞亚DP server 还有一些可选的包 叫马瑞亚DP什么bench test 明白吗 那现在呢 一个组当中可能包含若干包吧 如果想装这个组怎么装呢 那就是group什么 install 组安装 那你看回车以后 我说怎么这么多 这不是多 虽然说我们装的是马瑞亚DP 但是它取的是马瑞亚DP 5.7是吧 因为它有依赖关系 是不是 好 你看它是哪个园里面 哪个库里面取的 马瑞亚这个仓库里面吧 还有好多基本包是哪去的 Bass 是不是 但是这个回车可能有点多 所以我就不打算敲回车了 200多兆算了吧 好吧 放弃 不想做了 好 这是装一个组 然后怎么移住一个包呢 remove 或者怎么移住一个组呢 remove 总之安装分为三种方式 两种方式 一种是不给路径 从哪装 不给路径从哪装 从可用的圆当中装吧 给路径从哪装 就从那个路径装 这种路径分为两种路径 一种是本地路径 一种是一种URL路径 明白 这两种路径 两种路径 这个都可以装 给路径 给路径的话就不用 给路径的话需要用亚米圆吗 需要用亚米圆吗 给路径的话 没有说吧 给路径的话 是不是直接从路径装 但是 有个好处 如果装他的时候 发现 依赖谁 他一样会装什么 就是亚米有这个责任 无论是你给路径 还是不给路径 如果发现有依赖 那么亚米是有义务 帮你去找的 当然找不着 有没有可能找不着 有没有可能 有 就是你当前所有园都没有 但是这里呢 我想说的是 我们的三个园 Base 扩展 还有 跟Update园 里面再加一个EP2园 基本上那些基础性的包 都不可能没有 没有吗 都有现成的 能听懂吗各位 好 这就是关于我们怎么去装的一个方式 会不会这个 应该没问题吧 有人跟我说 那包的名字 我不知道怎么办呢 那不知道就学习了 对吧 你要是不是纯粹不知道 一个字母都不知道 比如说 那阿帕奇的包叫啥名字啊 纯粹不知道怎么办 不用 就是学习 好吧 纯粹不知道的话 那你干什么吃的呢 好 那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List List这边呢 大家注意 看一下 YAMList ITTBD 这个我们做过吧 它会显示这个包已经 YAMList ITTBD PHP VSFTPD 好 这些包明显都是已经什么 装过来吧 明白 没装过的话 应该显示的是什么 有没有没装过的 VM吗 有啊 VM不行啊 VM是不是没有装 是不是 它显示的是可用有效的包 没有装 是不是 而这上面显示的是什么 已安装的包 所以呢 这边我们有一个技巧 看啊 当然如果你不知道VNC的话呢 可以List 新VNC 也可以过滤VNC 你看选哪一种 或者是呢 你可以YAMList什么 Instar AD 就是列出已经装过的 什么叫已装过的和没装过的 大家应该知道Windows有一个注册表吧 知道吧 怎么打的 不是吧 这注册表吧 我虽然好多年没用的话 但是凭感觉还是打出来了啊 这注册表吧 那么Windows 反而是装过的软件 信息会写到注册表里面去 明白吗 就是所以你能够在程序里面 或者你能够在那个 卸载当中能够找到 它吧 就Windows 反而是装过的软件 它都会写到注册表里面去 明白 那么Linux里面 反而是装过的软件 信息呢 会保存到哪去呢 我们叫RPM数据库里面去 类似于注册表 能听懂吗 就是Windows 不是sorry Linux它装过的软件 装过的RPM包 不能说软件啊 只针对什么 RPM包 Linux有一个叫RPM数据库 它记录的是什么 所有已经装过的RPM包 那没装过的呢 来问你们一下 装过的RPM数据信息 装过的RPM包 数据在哪个地方 在RPM数据库里面吧 那没有装过的呢 在YAM的那个源当中能查到 没有吗 所以这个YAMLIST这个命令 ITDPD 为什么它有时候 你看 它查的包 是不是有些是装过的 那装过的意味着它从哪查的 告诉我 哪查的 对从RPM的这个什么 数据库当中 查询的 所有 在你的系统当中 凡是装过的RPM包 信息都会保存在 RPM数据库当中 明白吗 那么可见 各位 这个结果是哪查的 RPM数据库里面查的吧 那这个结果是哪查的呢 YAML圆里面 因为这个包没有装过 那听懂吗 各位 但YAML这种东西是万能的 要不在本地数据库里面能查到 要不在什么 YAML圆的数据库里面能查到 反正都有就行 明白 好 那这个是查什么 告诉我 这个用我们的话讲是查什么 是查安装过的 是从哪查 从哪查 那问一下 有没有VM 有没有VM-EHANCED 有没有 有没有 那有没有 那个叫什么 ITDPD 有没有 有 看明白了吗 那么查过已安装的包 这个不一样 这个是查已装过的包 其实就是查的本地的RPM数据库 没有吗 后面加一个包的名字 是查 有没有装 有没有 有没有 好 我这边就要带一个小技巧 或者这个东西 我们以后要用 以后也要用 你看 我现在直言一条命令 成功没有 有一个变量 我们之前接触过一个叫小变量 是吧 接触过一个pass变量 还记得吗 我们今天提一个变量 问号变量 你观察一下 我命令执行失败 看这个问号变量 在Linux里面 反而是一条小命令执行成功了 它的这个问号变量了 值就是零 然后 然后就是非零 明白吗 好 你们看一下效果 这个包装过 没装过 这有时候想干嘛呀 我不想显示 我就想看看 有没有装过 装过 好不好 然后换一个 换一个叫什么 装过没有 没有 看到吗 我要把mini用成这个效果 我估计你们就 能看懂吗 别人说老师 这命令好复杂呀 那你要前面没有好学 就是复杂 这条命令 查询什么 查询这个包 是不是已经安装 就两种可能性 装过 没装过 装过就是零 没装过就是 非 那不一定意义啊 非你 好不好 你懂吗 然后我没有打 打算要这个叫什么 显示的那套东西 我不想要 我只想说什么 我只想说取那个值 那你懂吗 然后取这个值呢 最后IQ是什么 1 明白 IQ是1 0就是成功 1就其他的是什么 失败 那这里呢 我稍微再扩展一下知识啊 看结果好吧 没有装过 换一个包看 换一个那叫 双过 好我知道这个对你们来讲有点痛苦 但是呢 没关系 什么东西都 都有个第一次吧 明白 这里呢 这里前面这段话能看懂吗 一步步来看能不能看懂 这是查询这个包 这个命令执行的 执行结果就两种可能性 成功 其实也没有什么成功失败 装过就是成功 没装过就是失败 对吧 法会0就是什么 成功 非0就是什么 失败 但是我不想要这个过程 是不是这意思 刚才我们使分号的意思 能看懂吗 说明这是几条命令 两条 先搞这条 再搞这条 但分号挺比较脸的 就是前面的 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 后面这个命令一定会什么 会执行 但是这两个符号就不是 这两个符号表示什么 只有前面成功了 就反合为什么 0 我就执行 我就爱扣说装过 没有吗 那我问大家 我们先看这个吧 这个反合为什么 这个阿华奇装过的 对吧 反合为什么 0 那他说 兄弟 可以 他就上 就只有前面呢 把这个信送过去的话 我们就 大部队就挺上 就上上去了 明白 但是这两个小竖线可不是 他正好跟他相反 他说 你要是失败了 你要是这个送信没成功 那我再派一个过去 所以呢 你看 这个有没有成功 这就是法徽宁 还是非宁 非宁吧 是非宁 那他执行吗 他说我不执行 他说我的条件是什么 你必须要成功我才执行 那他说 你不上 我来 我正好符合我的胃口 看到吗 这符合我的这样一个 只有失败了 我就执行 看到吗 所以同样 这是一条命令 两条命令 什么 三条命令 但是 谁执行 谁不执行 是有条件的 注意到了吗 他 要想执行 得前面 这条命令 反复为 你 也叫我们专业书 也叫为真 一个真 一个假 就成功的 我才执行 否则的话 他就执行 这个可以 大家可以解读 为什么 如果他成功 他就执行 否则 他执行 当然这个 只是先看一下 好吧 我们在后面 也会用得到 这种方式 总之 这个YUM LIST E-STAR-ED 表示的是 去查询 已经什么 装过的包 在哪查 问一下大家 在哪查 在哪查 是不是在 只在 本地的 RPM数据里面查 但是 这个命令 没有下限 ENHNCED 这个命令 告诉我 装备装 装备装 是不都 反后 你啊 因为他查到了 他在哪查的 这个命令 并没有说 只是在本地查 所以他可以从本地查 也可以在哪查 在YUM 原里面查 记住啊 我们查询的时候 是可以选择 从哪查 本地的RPM 数据库 本地的RPM 数据库 是不是类似于 Windows的注册表 所有装过的什么 不要乱讲 这里呢 这只针对 哪种包 RPM数据库 RPM数据库 只针对 RPM包 以后你给我装个 原本包 它是不进这儿的 知道吗 道理很简单 各位 你们在Windows里面 有些软件 是不是下一步 下一步要装的呀 这种软件呢 装完以后 是不是会进 注册表 有些软件 是用你们话 讲是绿色软件 对吧 就直接双击 就是不执行了 那种软件 会进注册表吗 不会的 没有吗 同样 连那个词里面也是一样 RPM包装完以后 才会把信息记录在什么 RPM数据库里面 否则不会 能听懂吗 所以好多很奇怪的 一些同学说 老师 明天我们讲 原本包安装的时候 他说老师 是不是可以通过 YUM的方法装呢 是不是通过YUM 方法卸载呢 不是 YUM 只管理的是 RPM包 明白 同样 你给我装一个 原本包 你说老师 查一下看 从那个 查一下这个包装过没有 查不了 好吧 因为RPM数据库里面 只有什么 只有RPM包装完以后的信息 这个包如果没有装过 RPM包里面 RPM数据库里面 也没有他的信息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你要查 你可以使YUM呀 因为YUM能够很明确的告诉你 这个包已经装过没装过 还这个包什么 的情况 因为YUM是直接从两个地方查 一个是哪查 RPM数据库 一个是哪查 从YUM原中查 能听懂吗 各位 我有句话反复的说 反复说 就是为了强调这个事情 好 这个142是哪查 142ED是哪查 RPM数据库里面 也就是本地查 换句话说 就是已经装过的包 那info呢 这个包呢 是查这个包的什么 信息 你看 YUM List ITBD 是不是查这个包的信息 啊不是 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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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各位看这个包 名字叫ITBD 然后架构是64 版本 release 大小 啦啦啦 装过没装过 装过 是不是装过 从哪个园里来的 updates园里来的吧 来再查一个这个叫 VM-EHNCED 是不是也能查到 是不是也能查到 名字 架构 然后版本 release 大小 repo 有没有说 已经装过 有没有说 上面这个 这种方式 有没有说装过 有没有说 没有说 他就是没有装过 是不是 明白吗 下面是介绍 VI是一个什么 什么玩意儿 是吧 可视化的编辑器 是吧 之类的东西 明白 好 那这里呢 有一个YUM GROP List 查询什么 我加个Less 行吗 查询什么 各位 组信息吧 这个是吧 他有四个选择 一个是 看好了 可用的什么 可用的环境组 什么Minimal InStar 对 这是环境 然后呢 还有呢 就这一个 一个是 可用的环境组 环境组什么意思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在装系统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选 Minimal 最小的可以选什么 Norm Desktop 可以选其他的 Sell with GUI 这相当于是一个大的组 你选择这个 我们当时选的是不是 Minimal 是不是最小的这个组 这是环境组 Environment 环境组 看到吗 环境组 叫大的组 下面还有一些具体的什么 小的一些组吧 比如说 这个组 还有了我们刚才的 MySQL Data Base Seller组 是吧 MySQL Data Base Clean的组 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 一些组 看到吗 那么怎么装这个组呢 这里举个例子 我现在想装了一个组 我想装NFS FailSeller组 是不是这个组 那是不是 YUM -Y Gropper InStar 能这样打吗 不能 他认为这是三个组 看到吗 是不是认为是 NFS Fail和Seller 三个组 我相信你们都明白这个引号的含义了 这是一个组 看到吗 回车 说什么 doesn't any 包安装 这个 maybe run YUM组标记为 没有说装到这个组的东西是吧 换一个组 叫MexicoClean的吧 也不可以 语法错 语法错 这个组的名字啊 有可能还不是这个组的名字 就他这个漆上显示这个东西很 有点怪怪的 这个不一定是组的名称 运行Mexico YUM Grobs YUM Grobs 看到的是这个 有效的组是 组环境组11 这有编号 然后一共可用组有30 环境组有11个是吧 可用的组是什么 38个 能这样做吗 一样 好吧 这个组这个东西呢 就像刚才的MariaDB组一样 根本就看不到 说了以后会能答应 说了他 这么不要脸吗 一样的 看来没关系 装着Mexico Deadbase组是吧 有些组啊 在这边显示的是 不是组的名称 你装了一个WATR组是吧 这是环境组 环境 大环境啊 好 这个一般组的话呢 我们通常是几乎不会用到的 因为装组的话 意味着这个组中所有的包 都可能会被安装 是不是 一般都是装某一个包 这里呢 关于组了 像这个MariaDB组 其实我们刚才查不到的 但是就是有这个组 是不是 卸载的话 用的是remove 或者是什么 group remove 这个大家都应该很明白吧 在这里问一个问题 你看 大家还记得我当初装PAP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堆包 他依赖了一堆包 先装了那一堆包 然后装了PAP 装了PAP吧 现在PAP死了 那帮兄弟会跟着来吗 刚才是这个意思 老大说 我们要发财了 但是我得 我得靠你们 我们才能够发财 你们先来 那帮兄弟就来了 老大跟着老大一起干 发财了 最后老大说 老大说 我就死去了 那位兄弟说 你死你的 我们跟你没关系 所以刚才你看到 我装PAP的时候 是不是一帮小弟 一帮小弟来了 现在老大死的时候呢 没人跟着 是不是 因为 是他依赖那帮人 而那帮人不依赖他 所以在卸他的时候呢 只会卸这一个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想要什么效果 我们想要的是 刚才装了五个包 你就是什么 卸五个包 能明白吗 你看 刚才装PAP的时候 是不是装了四五个包 但最后卸的时候呢 就卸了一个 明白 那怎么办呢 这边有一个叫 History 的东西 就是历史 看 YAM History 历史 这非常有用 YAM 注意到了吗 这是你在曾经做过的一些什么 动作 你曾经 以RES 删除了 你做了一个 Instagram 做了个Instagram 做了个什么 ReInstagram 但是看不出来 前面是有个编号啊 可以呢 YAM History Info 酒 什么意思 就是看一下 第九一个 那个 是干嘛的 我们看下酒干嘛的 哇 第九个 当时装的是那盒 然后 也依赖了一堆的东西 是吧 我们 我们要欠的 跟RES RES 是第几个呀 十第十个吗 我觉得不是啊 应该是第七个 这 这也不是吧 那就是第六个 是第六个吧 当抓阿帕奇的时候 是不是第六个 装了这么些包吧 是不是 那现在呢 我们要把第六个包 如果想卸阿帕奇 简单的 如果是想卸在阿帕奇 那么那些包 是不会卸在的吧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这样做 YAM History Undu Undu就是撤销 相当于 对不对 Undu YAM 什么 Undu 几 六 就是把第六部 撤销掉 回滚掉 看好了 整个 是不是卸到了 这一操作 整个第六部 是不是所有包都会干掉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历史 是12 12这个撤销掉了吧 撤了几个包 5个 印象了5个 那这里如果想把12 就还回来了 能不能把12撤销 撤销掉 YAM History 什么 Undu 多少 12 又把12部给撤销 撤销掉 就是把撤销给撤销 明白什么 就刚才对你宣了个判 说执行死刑 然后最后呢 不是 最后我们说 撤销掉 那是不是就你没有死刑呢 最后呢 说 把刚才那个撤销 给撤销掉 还是维持原判 不是 我说了 我是说 我在说相声吗 刚才我们一开始 是不是那个 抓了阿帕奇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又把那个 阿帕奇给 卸载掉了吧 然后把卸载 这个行为给撤销掉 那不就没卸吗 能力动吗 然后再撤销 不要再撤销了 对 能力动吗 各位 好 这就是一个 基本的使用 亚末的这个什么 管理软件包的方式 无非就是怎么去装 它那个软件 都不一定 下载掉了 然后再撤销 它会出现再载多少 下载啊 再撤销 也不要再撤销 说话不要再撤销啊 这个刚才12步 是不是把那个 那些包 卸载掉了 第12步 是不是第12步 做的是什么 卸载那五个包吧 是不是第12步 做的是卸载那五个包 把第12步撤销掉 是不是就不卸载啊 就反回去 就相当于在 重新下载 把那包装上啊 当然它会再下载的 它会再去连亚木源下载 我这里的撤销并没有 那些包肯定在最后再装的时候 还会去再什么 去下载 只不过下的还是那些包而已 明白 好 这就是亚木的一个基本的用法 所以大家知道 Undo的一种用法 好吧 你相当于就是撤销 Ctrl 叫 Z 是不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